我没想到连恐怖游戏也难投正正确的毒手啊 那我建议下次把恐怖游戏里的鬼都换成黑人 毕竟那妈黑鬼也是鬼嘛对不对 我本人并没有亲自玩过《寄静灵2》原版游戏 但是在多年以前便看过有关《寄静灵2》游戏的介绍以及剧情解析 而《寄静灵2》更是有着整个系列巅峰之作的美誉 因此《寄静灵》这个IP能否再次重出江湖 全看本次《寄静灵巅峰之作》的二代 它的重制版成绩如何了 所以本次的《寄静灵2》发入之前我是忌期待《寄静灵2》长什么样子 同时又担心留学组能不能做好本次《寄静灵2》的内容 能不能还原出原版《寄静灵2》的味道 然而当我历经15个小时终于通关《寄静灵2》《寄静灵2》 当制作者名单伴随着《寄静灵2》 那经典的配乐《Promise》的变奏叙叙叙叙而出的时候 一瞬间所有的质疑声全都不攻自破 我坐在电脑前不禁感慨万千 除了剧情上带给我的震撼与伤害外 更多的还是本次《寄静2》带给我的惊喜 那接下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了 一起来看一看本次《寄静2》《寄静2》《寄静2》究竟如何又实不值得入手呢 我们直接开始正题 本次《寄静2》《寄静2》并不是由科勒美自己搞的 而是外包给了波兰游戏开发商Blobo Team制作 这个开发商开发过层层恐惧 女巫布莱尔 灵梅等游戏 具有较为丰富的恐怖游戏开发经验 不仅如此 《寄静2》原班开发团体中的元老级人物 美术设计师伊藤畅达 音乐设计师山刚晃也都参与了本次重制版的开发工作中 并与Blobo Team展开紧密合作 《寄静2》重制版采用了EPEC最新的虚幻无影前打造 画质上得到了质的提升 在虚幻无影前的加持下 游戏的场景和人物文理刻画 几乎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 而游戏视角也以之前的固定相机视角 改为了第三层越坚持视角 很多人会拿《寄静岭》和《生化危机》做对比 二者的确都可以算是恐怖射击游戏 但二者的游戏内核却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 《生化危机》的游戏重心更加偏向战斗和解密 而《寄静岭》的游戏重心则更加偏向解密 以及对游戏剧情的探索 《寄静岭》游戏中有很多地方都具有一定的隐喻 无论是游戏的剧情还是游戏中的关卡设计 以及游戏中的怪物模型 其实都是在隐晦地表达一些东西 而能否解读出这些内容 需要玩家推进完游戏的剧情后才能理解 而每个人又因为诸多不同的原因 会对游戏中很多内容解读出许多不同的意思 因此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寄静岭 甚至就连这句话都远不止一个意思 所以我想这恐怕就是寄静岭的伟大之处了 游戏自在前景中文 游戏中的文档都重新做了模型 可以失去后进行简视正反面 并且自带翻译功能 这点对于英文不好的中文玩家还是比较友好的 游戏可以选择战斗和解密难度 我选择的都是标准难度 这也是最能体现出游戏水平的难度 总体游戏下来 给人感觉战斗难度偏低 解密难度适中 其中部分解密确实需要玩家动一动脑子 游戏内的文档一定要仔细阅读 但凡是解密旁边的文档 毫无疑问上面肯定都是跟密码有关的 就是看你能不能破解出来了 游戏中的地图引导功能做得非常棒 我们去过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走不通 哪些能走 以及道具位置都会在地图上清晰的标注出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地图 那这个游戏你根本就玩不下去 具体原因呢 待会说到缺点的时候 我再细说 战斗方面 虽然《寄静岭》系列的重心呢 并不是在战斗上 但本次《寄静岭2》重制版 依旧对游戏的战斗系统进行了全面升级 改为了更能被现在玩家所接受的方式 在战斗体验上 枪械射击手感一般 打中尼人后没有断织效果 近战打击手感还行 但是动作较为单一 主角新增闪避系统 这个系统你要是用的好的话 你甚至可以全程无伤 游戏场景还原度还是很高的 虽然我没有玩过原版 但我看游戏内很多场景 和原版游戏内的场景布局 都是差不太多的 当然有些地方也做出了一些改动 但总体上还是很好地 还原了原版《寄静岭2》的场景 本次重制版 我个人认为游戏制作组诚意还是很足的 不光是游戏结局新增了两个外 在游戏中还存在了许多 对原版《寄静岭2》的致敬 例如在汽车旅店时 玛丽亚拿着原版中玛丽亚穿的衣服 还问主角詹姆斯 这件衣服适不适合她 以及在地压室时 你能够听到玛丽亚坐在椅子上 哼唱《寄静岭2》的经典曲目 Promise 而有趣的是 原版中如果你选择了玛丽亚结局 结束时播放的曲子就是Promise 这是为了讽刺 玩家所扮演的詹姆斯违背了诺言 而本次重制版 则是在inverter结局中放上了Promise 直出兄弟 就是代表詹姆斯遵守了诺言 甚至重制版中还多了一些小细节 例如手电的灯光照到玛丽亚时 她会用手挡住眼睛 并且吐槽我们是要把她闪瞎吗 当我们在村当时 玛丽亚还会问我们还好吗 为什么我们刚才愣住了等等 这些都是游戏中的细节 柔剑模这一块 我个人感觉挺好的 玛丽亚的模型我觉得挺好看的 甚至比原版还多了点妩媚的感觉 有的不是说什么 玛丽亚脸膜不如原版 小女孩劳拉脸上有雀斑 这些都是正确正确 不是哥们 你要是找不到黑的点 你其实可以不说话的 首先那个年代都那么久了 老版本中玛丽亚的脸部 经济程度和重制版 根本就没法比 连你都看不清楚 你比个毛啊 而且重制版玛丽亚的脸部 真不愁好吧 小女孩劳拉脸上有雀斑 不也很正常吗 你不能说因为游戏中的角色 不符合你的审美标准 你就说她是正确正确吧 什么是正确正确 这个安吉拉才是正确正确 虽然重制版比原版更像小孩了 在设计上的可能更加切合实际一点 但是她这个圆人的脸 和那个充满中性的嗓音 是怎么一回事呀 如果我保持它 我不确定什么我可以做 不要 我抱歉 我已经死了 拜托不要 安吉拉这个人物背景设定 就不可能是这么一个 吃到脸发福的形象 你试想一下 你在经历了家庭暴力 母亲离家出走 遭受父亲侵犯 等一系列悲惨遭遇后 你还能呈现出游戏中 这种精神焕发 吃得脸圆滚滚的样子吗 我没想到 连恐怖游戏也难逃 正正确的毒手啊 那我建议下次 把恐怖游戏里的鬼都换成黑人 毕竟那妈黑鬼也是鬼嘛 对不对 本次重制版对于詹姆斯的人物 刻画非常成功 照顾生病的妻子 而奔波操劳的中年男性 憔悴 痛苦 压抑 都能在本次重制版的詹姆斯身上体现出来 你在他的脸上 甚至能够看到黑眼带 而游戏中 劳拉问詹姆斯 玛丽是病死的吗 这一段更是神来之笔 这一段对话在原版中 并没有太多的刻画 可能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但是在本次重制版当中 你们可以看一下 詹姆斯的面部表情刻画 他妈的 绝了 就单纯从他的眼神中 你就能够读出很多信息 这一点我认为是 重制版做的最好的地方之一 说这就是对当年原版内容的补充 都毫不为过 这一段我必须得给你们上原篇感受一下 这一段我必须得给你们上原版的补充 There you are Do you know where Mary is? Come on Talk to me Mary's gone She's dead Liar That's a lie No It's the truth She She died Because she was sick I killed her 寂静灵而重制版这款游戏 你如果问我对游戏的剧情印象如何 那我一定会告诉你 令人回味无穷 神中真 恐怖游戏界教科书级别的剧情 但如果你问我游戏性体验如何 那我的评价就一句话 他妈的又黑又刀了 我上面已经说过了 游戏的地图引导机制做的很棒 但就是在有这么棒地图引导机制的前提下 游戏中我还是会频繁的迷路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游戏的地图是什么样的 其实地图呢 真要论复杂程度 它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着 但问题是游戏里 它是真的黑啊 要么就是浓浓的大物 让你啥都看不到 当一个人视野受限的时候 没有参照物 它就很容易失去方向 虽然有地图 但是这个地图开启的时候 游戏并不会暂停 那问题来了 如果怪追你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只能靠自己去记录 然而你的能见度很低 让你无法有效寻找参照物 那么你在行进的过程中 你就很容易迷失方向 这时候呢 再加上地图稍微复杂一点 场景相似度呢 再高一些 你看吧 你就在那绕吧 刚开始玩的时候 思路很清晰 玩到后面大脑就一片混沌 整个人脑袋都是晕的 要干啥也记不得了 搜索道具呢 干啥用的也不清楚 哪些地方去没去过 全凭刺激的感觉 就单纯走到哪儿算了 又加上地图呢 不是在公寓里 就是在医院 要么就是在酒店 场景相似度都非常高 再反手给你来个表里 世界切换各种 深热BGM和阴森恐怖的场景 让你神经紧迷 玩的时候 小木迷路真的很难 只要是说 他玩的游戏一周目 没迷过路 一点路都没绕过 我喊他爹 游戏的优化也真的很一般 4070S的显卡 在RK分辨率最高画质下 不开光追 开大力追手质量 帧数平均只能维持 在70到90帧左右 甚至在部分场景和战斗中 只有四五十帧左右 调增幅度非常明显 原本在发售前 听说本代没有D加密 以为是官方在替玩家着想 现在才知道 原来加了D加密 这游戏估计卡的都玩不了了 不过这也和虚幻引擎 有着较大关系 毕竟从虚幻4引擎开始 虚幻引擎的优化 就一直饱足够病 更后患本作虚幻5引擎 也刚出没多久 技术层面的可能还不太成熟 其实寂静灵2重制版 你说他恐怖吗 所以本次游玩寂静灵2重制版的时候 这些怪物在造型上 并不能对我造成多少的恐惧 就哪怕和三脚头 在狭窄的走廊兑现的时候 我也依旧心如止水 对我来说 暴自战缺乏压暴感 甚至你跟我说 前面要打BOSS 都没有你跟我说 前面要去找好几个道具 这句话有压暴感 在找道具面前打BOSS 不要太简单好不好 这种情况 除去我个人的强大心理素质之外 也是游戏内主角詹姆斯 战力爆表 以及游戏内敌人肿雷匮乏所导致的 我直播的时候说过一句话 这个怪在什么时候最吓人 在你没看见他的时候最吓人 他一旦出来反而就不吓人了 因为人类总是会对未知感到恐惧 而且游戏整个流程出去换送外 小怪肿雷只有4个 大蟑螂 病人怪 腿怪 护士怪 剩下的几个都是BOSS和精英怪 有的可能从头到尾就见过一次 所以你就算害怕这4个怪 你打了15个小时 下也该给你下麻木了吧 而且这几个怪又打不过你 除了护士竞争有些强力 他会用快板刀之外 其他的几个真不强 况且这几个怪还长得都挺有特色的 根本害怕不起来好吧 当然怪种类少这一点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原版就是这样 是不假 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 重置版在游戏整体玩法上 相比较于原版也有了较大的改动 重置版在战斗方面的占比 相比较于原版也更多了 所以原本在原版中不是问题的问题 在重置版中就成了问题 再加上玩家一周不能用的5G数量非常匮乏 所以这就导致了 本次《寂静0 2》重置版 在过去的流程战斗中 游戏性方面就显得一些后劲不足了 但如果你说《寂静0 2》重置版 它不恐怖吧 那它其实还是挺恐怖的 它最牛的点就是 能够让你在对游戏内怪物 并不恐惧的前提下玩的时候 依旧全员起几具疙瘩 这多亏了《寂静0 2》重置版 出色的音乐和美术设计 游戏中给玩家营造了一种 非常压抑且惊悚的氛围 有一种很多地方 让你的视野完全受限 你不知道前方的黑暗中 麦森有什么危机在等着你 再加上标记世界切换 游戏中的场景塑造非常成功 让玩家的紧张感大大提升 这就是恐怖游戏中 非常高超的一种恐惧石家手段 叫心理恐惧 这比普通的追逐战和跳脸 啥要高级的多 这种氛围下 哪怕画面中没有任何血腥画面 和JumpScare的 但是依旧会让你产生一种 不寒而栗的感觉 这一点我相信 当年玩过寂静岭PT的玩家 一定都深有体会 总而言之 本次寂静岭重制版 我个人认为 还算是一部成功的重制作品 如果游戏的优化 能够再打满一下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游戏的剧情和原版 几乎没有什么太大改动 还比原版新增了两个结局 所以我认为制作组 诚意是有的 毕竟原版在当年 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但科乐美游戏所过去的行为 我也属实不能理解 只能说到他妈了 四年了 竟然还有人敢小瞧 中国玩家的购买力 我只能说科乐美 有肠子毁签的那一天 但无论怎么说 游戏是无罪的 各位有条件的话 还是尽量买正版支持一下吧 来体验一下 这款游戏的神奇剧情 如果要是想看的人多 我后面会考虑 抽空作业期 《静岭2重制版》的剧情讲解 来帮助各位更好理解 《静岭2重制版》 说了一个什么故事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还请您不要吝啬 手中的三连 我是边哥 我们下期视频